介绍这个比较特别的图案 这个是Special Martini的一个刺售字的款式 而且它的刺售造工也是有厚度的 平时都是平面的,可以摸到一点 这个是突厚,突出来的触感很长眼的一个字的手法 这个是Martini杯,也是一个刺售的造工 我平时的就是这种,优身一点的,就是有对比之下 这个是正常的效果,刺售的造工 这个是突出来的,很有立体感 后腹就是一个植纹的蚱衫布料 后腹也有一个延长的弧度 它的侧骨位,即是后腹的延长,去到侧骨就不是在侧骨亭 是在向前盘骨位的一个展裁 所以你正向看,側一点,其实都很明显看到 这里有一个斜铁的线条 那个三脚也有一个弧度 这个其实是简约,但你会看到很多深思位在这些位置 看到有些很特别的展裁 好,那去到手袖的部分,就是一个车死了的 手袖是反摺了,已经车死了的了 那我做一点点细节 是一个平口手袖 那这里就摺了给你的一个造工 两个颜色,我穿的是雪白色 手拿着这个是黑色 那我打算黑色就配牛仔裤 是的,我打算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都是配牛仔裤 可以有什么不同的观感呢 都会换成这个下身给大家对比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 就是在同一条片当中就可以立刻看完整两颗颜色的分别 那可以,都是一个好处 好,我转到梅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我现在都是配牛仔裤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那个下身的分别 那我这个是A-line cut的牛仔裤 来的,比较优美一点点 是的,优美一点点的效果 那刚才就是一个型格casual一点 轻松一点或者优闲一点的观感 那已经是两种不同的氛围 那所以就算搭同样牛仔裤 那都有不同的观感可以表达到 或者穿搭效果都会有不同的 嗯,是的 那我再说一次 那这个是一个后腹是滑身的摔山布料 那是侧骨位置呢 向斜盘骨位呢 有一个斜咳的剪材 那所以正向这样看呢 这个款呢 都会看到是后腹有些延伸的状态 那这个是有弹性 是的,前腹有弹性 摔山布就没有弹性 不过这个都不透的 可以直接穿就已经OK 不需要打底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